小麦的期貨長 玉米的期貨長 都創下了十幾年來的新高 我們現在日子要怎麼樣過得好一點呢 其實在過去兩三個月 我們一直在講所謂的一個物價的問題 那時候我還不敢說物價通膨已經來了 但是現在可以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包括我們的政府官員報告 通膨已經來了 而且已經到了我們的門前了 我們來看這是雪上加霜 我跟各位報告 黃小玉這是最重要的 黃豆麥共 這次俄羅斯跟烏克蘭兩個國家加起來 它的小麦的產能是全世界13% 它的出口是全世界30% 玉米兩個加起來出口全世界20% 我們很喜歡吃的葵花籽油 是全世界的80% 這三個中豆 你說小麥破十四年新高 我想很多人都覺得 十四年到底是什麼概念 我跟各位報告 就是2008年 2008年不是金融海嘯嗎 不是股票大跌嗎 然後2008年 蠻1999的那一天 他們也講一句話 股票就跌一點 跌一點 一直跌 一直跌 跌 從 不要再說跌這個字了 跌到3955 所以我跟你說 你不要小看這個十四年 十四年就是已經回到2007年 2008年的高點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一星期去32% 我問你 你做一個行李 我就撞得住 所以小麥這樣來 就來玉米 十年的新高 這也差不多了 這也差不多了 黃豆一定跟著漲 然後就一直漲 一直漲 就會火燒連環船 環環相扣 整個就拉起來 所以要特別注意 當然最大的元凶 戰爭之後 黃金 石油 農糧 黃金跟我們現在無關 漲 你現在也拿不走 不要去考慮 黃金的問題 雖然今天是一千九百三十七塊 你們家如果有的 可以低減注意 一些金錢拿出來 可以粗了是不是 過兩千可以買了 我是過兩千可以買 我也想過兩千 想買了 那個金錢漲 漲漲麻煩 再來你要注意 油跟昨天晚上118了 118 兩千零七年的時候 最高147 那時候連張忠謀先生都說 我會說要注意 要到兩百 好 結果他講完沒多久 雖然只有不到兩百 但是美國開始崩崩 一百四十六年的連張忠謀 所以我現在跟各位報告的 就是這個環環相後會起來 那對台灣來講 因為我們台灣的黃曉毅 百分之九十都靠進口 所以對我們是輸入型的通貨膨脹 然後黃曉毅進來以後 什麼開始起 雞肉也起了 豬肉也起了 牛肉我們進口也帶下去了 去年到今年已經追究平均起50% 平均起50% 你現在吃牛肉 飯吃牛肉也都求水了 所以我吃酸酸鍋 人家沒有起床也要感恩 我跟你說 那個老闆 那真的佛心 那一定是有吃財 真的是 那佛祖無味無不可能 我跟你說我早去買一碗牛肉麵 平平四塊 本來比較高 比較大塊 已經都求水一半 但是他價值不敢起 所以我還覺得他還算對的 所以這樣蓋下去 我們現在政府要煩惱上海道 我們的米 我們的米會蓋 因為你現在來說都蓋的時候 需求就會調整到米 你小麥我吃不蓋了 我孩子 我若死的孩子 下課的時候 有些人要吃一塊麵包 每一天回來都做麵包 現在麵包 雞 雞 水 雞 拜託 吃比較少 我自己下去煮 現在吃本丸 米 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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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蓋 蓋 蓋蓋子 尤其現在美國可能今年 連準會本來 發聲音啊 遲遲半 所以美國也撞不了 因為美國有百分之七十的老百姓 生活是不好的 所以他撞不了 所以這次可能要生死因 本來七次變五次 這次我們台灣的中央銀行 撞不了 可能会三次 如果这样下去 整个都押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电视机的朋友 大家要拉紧 裤带 要注意 钱要放哪里 一句话 钱喔 股票 现在股票在年底之前 应该还可以 年底之前 就是还有这几个月的融业 对 因为我很担心 2008年的那个崩盘 是在11月那时候会 回复到这一次的一个崩盘 好啦 没贪 没料的 就差不多多几个出 因为你每次都想说 好 那我11月以前要出 别人永远出得比你快 我们永远都是跑不过别人 那我们修改12月 那我们6月就要开始出了 大哥又来开始 我们第一个钱只能进 不能出 绝不开 绝不花钱 第二个 第二个就比较稀 大家去菜市场走一圈 什么比较稀 什么比较稀 吃这个就好了 也真的比较盈 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图caet 开始